第941张镜子语书 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 持伏这话气的周小猫眼角跳了跳 这对妇女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在这时 周凡手中吊杆往上一扯 鱼线拉扯上来的依然是一个白色四方盒子 周凡正了正 他连忙伸手捉住鱼线档回来的盒子 再一看盒子上金色线纹 显然与刚才的盒子没有任何区别 周凡嘴角扯了扯 他没想到一连两个 周凡有些无奈 这东西虽然好 但他更想要的是功法 周凡将盒子放在一边 周小猫与食服自然也注意到了 居然吊起了两个一样的盒子 周小猫低声自语 他对盒子里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了 周凡围一下子不见了三万两千多条大灰虫而感到心疼 不过他还是再次甩出了吊杆 身挥鱼线垂下 河水绕着鱼线形成了漩涡 带身挥鱼线绷紧时 周凡网上一提吊杆 哗啦一声 鱼线末端从水面跃出 抓着的还是一个白色的四方盒子 周凡目瞪口呆 居然是三连发 鱼线荡回来 当周凡看到河面同样的线纹时 他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算是运气还是运气不好 师傅也是愣了愣 周小猫面露异色 一连吊起三个相同的物品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所以说里面究竟是什么 周凡把第三个盒子放下 他咬咬牙道 有本事你再来几个 那我也不亏 周凡第四次甩出了吊杆 身挥鱼线垂入水面 再度骤人拉紧 周凡身呼吸了一下 这下子扯上来的是一个紫色的四方盒子 终于不是白盒子了 周凡连忙让鱼线荡回来 把紫色的四方盒子捉在了手中 紫色的四方盒子四目飞目 带着一种寒冷之感 周凡把身挥掉杆放下 连忙打开紫色的四方盒子 盒子里面的是一本黄皮点击 周凡一看封皮上面的点击名 顿时喜笑颜开 一看周凡脸上这笑容 周小猫就明白周凡可能是掉到了好东西 很大可能是顶尖的五十段功法 周小猫冷哼一声 这周凡真的走了狗屎运 只是花了两枚鱼尔 一共六万五千多条大灰虫 就掉起了一门五十段功法 还附带三个不知什么东西的白色盒子 这样一来自然比从他这里 得到五十段功法划算多了 周小猫没有过去看周凡的是什么五十段功法 他只想周凡与十福快点滚蛋 好结束这让他觉得羞辱狼狈愤怒的一夜 只是周凡翻了几页 他就合上了点击 十福走了过去 好奇想看看这是什么点击 周凡就把点击递给了十福 自己的女儿 以后也能学这功法 十福接过点击 他看了一眼封皮上面的名字 顿时吓了一跳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周凡 这怎么会 这不是你亲眼见到的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周凡笑道 他把那三个白色盒子一一打开 里面果然不出他所料 是三块形状不规则的碎镜片 镜片正面呈现金色琉璃色泽 背面则是白银色 周小猫眼角于光贴到了那三块碎镜片 他脸色微明 然后尽量保持平静道 这三块垃圾镜片你出不出 垃圾镜片 周凡脸上露出调侃之色 周前辈莫瑶蒙骗我这后辈 你莫非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本来就是废品 周小猫哼了一声道 你这样说也没错 但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废品 而是大因果镜的碎片 我没有说错吧 周凡一脸笑容道 我之前就调起过一块大因果镜碎片 而且我还知道 要是凑齐这些碎片 就能重新将大因果镜链制出来 周小猫没想到周凡居然早已知道 他知道在想弄到手恐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不过周前辈要是想要 那我可以将这三块碎片卖给周前辈 周凡又道 只要价格合适 周凡就愿意卖出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就算侥幸能凑齐大因果镜碎片 想重新炼制出来也不容易 周小猫冷笑道 你已经拿了一块出去 除非船愿意帮忙带进来 否则你无法将那块带进这里 这样我要你的三块大因果镜碎片又有什么用 那你问问船愿不愿意帮忙带进来 周凡想了一下道 周小猫眉毛微挑 他果然开口询问了起来 这下子很快得到了船的回应 船答应了 周小猫有些讶异道 既然这样 你四块大因果镜碎片什么价 周小猫也知道极其很难 但周凡这小子都能从河内钓起四块 说不定大因果镜碎片全都能通过钓鱼获得 就算凑不起 也有收藏的价值 我这三块比起之前那块要大一些 但既然要卖 当然是打包出售 我要三十万条大灰虫 周凡开出了价格 石浮为这价格挣了挣 他记得之前周凡面对赵雅竹开价是四万条大灰虫一块碎片 现在四块要三十万条大灰虫 周小猫冷笑道 你当我是白痴吗 花三十万条大灰虫买四块垃圾 如果凑不起 可是如果凑齐 那你就能获得一件至宝 周凡打断道 这本来是一门赌博的生意 那你舍不舍地赌了 周小猫脸色微冷道 就算河内有碎片 谁知道其他碎片会不会被其他登传者或引导者得到了手 这样的生意风险会比你想得要大 我最多出五万条大灰虫 五万条大灰虫 我还不如留着自己赌一把 周凡面露无奈道 这个随你 反正我最多出五万条大灰虫 你不卖就算了 周小猫坚定道 周凡见周小猫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 知道这是周小猫能开出的最高价格 他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不过我还有另一样你可能感兴趣的东西要卖给你 周小猫瞥了一眼周凡 他不知道周凡说的是什么 除了大因果禁这类的东西很难有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 你猜我吊起那个紫盒子的是什么东西 周凡一脸神秘问 看你那高信仰应该是一门顶尖的五十段功法 周小猫鸡笑道 你想卖给的该不会是这门五十段功法吧 你应该把范围缩小一些 我吊起的是你可能听过的最顶尖的五十段功法 周凡笑道 就是你曾经提过的十神诀 第九百四十二章新的生意 十神诀 周小猫眼瞳骤然收缩了一下 他的视线一向被师傅捧在手中的那本黄皮点击 脚丫头把书抬起来让周前辈看清楚封皮 周凡脸上洋溢着笑容 师傅听话举起点击 点击的封皮上果然写着十神诀三字 周小猫脸上露出一阵恶然 不是他不相信钓杆能钓得起十神诀 而是他刚跟周凡说完十神诀不久 周凡就让船前进 之后就开始钓鱼 接着就钓起了十神诀 整件事未免太凑巧了 就算是他只知道此处河面上存在顶尖的五十段功法 但也不知这里会有传说中的十神诀 周小猫心思转动 他双眼睿力看着周凡问 你早已经知道这河面有十神诀 所以你才会选择折现大灰虫赌一把 是吗 周凡笑容灿烂承认道 就似你说的那样 我的确早已经这河面知道有十神诀 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冒这样的风险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周小猫有些不解 但周凡还没有回答 他很快又醒悟过来道 是传告诉你的 要不然周凡不可能会知道 周凡点头道 自然是传告诉我的 周小猫眉头微醋 他没想到传既然会专门把此事告诉周凡 在以前 传连与登传者联系都很少见 周凡见周小猫没有说话 他又道 咱们还是说快一点的好 要不然待会我走了 这交易就要泡汤了 刚才说的生意就是我想卖一份十神诀给你 将调起的东西用来与引导者交易 周凡之前也与其他引导者做过 但引导者的眼光很挑剔 一般的东西他们都看不上 而十神诀应该能卖一个好价 似这种稀有功法 在外面周凡可不敢让人知道 你想将十神诀卖一份给我 周小猫面露异色说 我确实感兴趣 你说个价格吧 十五万条大灰虫 周凡报价 周小猫冷笑道 这价你想大灰虫想疯了不成 我最多给你五万条大灰虫 周凡不屑道 五万条大灰虫就想得到最顶尖的五十段功法 你才疯了 之前你那三门五十段功法都不如十神诀 都敢卖十万条大灰虫 我为什么不敢卖十五万条大灰虫 我开的这价已经算是优惠的了 要是换了其他人 说不定会将价格翻倍 周小猫便博道 我敢卖十万条大灰虫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五十段功法很渴求 而我拿了十神诀更多是收藏用 我不愿意花大价钱去将它买下来 再说了 你吊起十神诀本来就只花了六万多条大灰虫 还有三块大因果净碎片 我给你五万条大灰虫 你已经赚了 周凡哈哈笑了一声道 你这话还真有意思 你管我花多少代价得到了十神诀 那是我的事情 总不能我走在路上 十神诀砸我脸上 我还得白送你不成 你这小辈 你还敢跟我讨价还价不成 周小猫怒道 周凡觉得周小猫这话莫名其妙 他哼了一声道 我喊你前辈 但你想以老卖老 那可不成 你这前辈也没有照顾小辈的意思 就不能爽快一点 我为什么要照顾你这小辈 周小猫就四炸刺的猫耳斑 脸色彻底涨红 周凡本来只是随口说说 他没想到周小猫反应这么大 他微微皱眉道 既然不照顾 那就不要以老卖老 咱们再商言商 好 再商言商 周小猫恢复了平静 他开口道 你那话有点道理 但十五万条大灰虫 我绝对不会要 最多给你加一万条大灰虫 周凡笑道 那我也给你减一万条大灰虫 十四万条大灰虫 你别说你买来没用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 自这种顶尖点击买来可以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从中有所领悟 就算没有领悟 那也可以卖给有所需要的登船者 这功法又没有要求特殊的辅助物 卖一份就能得一份的大灰虫 完全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周小猫脸露怒涩 他有些后悔 早知道之前就不说那么多了 现在这小子都把他得到十神觉的好处全说出来了 十万条大灰虫 多一条我都不会给你了 周小猫平复了一下心情道 十三万条大灰虫 你不要就算了 周凡咬牙切齿道 周小猫没有吭声 周凡看着桌上一直放着的沙漏 时间已经不多了 周凡当然明白这种时候 谁先开口 谁就劣势 但他怀疑要是他不开口 周小猫这人脾气这么古怪固执 真的不会再开口 他干咳一声道 其实也就多三万条大灰虫 对你来说不算多吧 你这样跟我耗着 我要是出去了 下次你想要 我还得给你背出来 那得多麻烦 而且你身为前辈 跟我一个后辈讨价还价 这样做多吊价够了 周小猫呵斥道 他怒视着周凡 他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他怎么会有我这种人 周凡被说得一脸迷糊 吃福也是不解 周小猫怒道 我是想说他娘的 但我不想骂脏话 就没说 现在你明白了吗 十三万条大灰虫是吗 给你 周小猫挥手招来周凡的琉璃球 捉来一缕灰雾放入了琉璃球之内 琉璃球开始长大 球内那缕灰雾之中钻出密集的大灰虫 周凡脸上露出喜色 这样一来 他就有十六万条大灰虫了 他从来没如此富有过 周凡看了一眼 师傅喜道 小丫头 你修炼怎么样了 缺丹药吗 我给你买买买 师傅也为周凡感到高兴 只是他很快摇摇头道 我还差一些日子才能进入速度段 而且速度段的丹药已经有了 现在还用不着 他可是知道别看周凡现在有这么多的大灰虫 但周凡买一门功法就需要十万条大灰虫了 这些大灰虫可不能胡乱浪费周凡的了 他要是要资源 那也得想法先猎杀怪诀 赚来大灰虫才行 第943章球道之心 周小猫给了大灰虫之后 他打了一个响指 一缕灰雾飘来 化作了与周凡那本一模一样的石神诀 这是在船注释下的交易 要不是周小猫已经给了大灰虫 他也无法复制周凡的石神诀 当然要是周凡允许他看 那船也不会阻拦 要不然他连看都不能看 周小猫把自己手中的黄皮点击放入了灰虫之中 他又看了一眼周凡手中的那个装着石神诀的紫色盒子 开口道要是你愿意放弃石神诀 那我可以将我手中的一门顶尖50段功法送给你 并且还在给你10万条大灰虫 周小猫这是要垄断 他不想石神诀泄露出去 只是周凡摇了摇头道 这不可能 我不可能放弃石神诀 不过我这里还有不少功法点击 你要是想要 那价格可以好商量 他手中可是握有不少个段位的顶尖功法 这些功法对他而言 已经没用 能卖出去就卖出去 在外界不敢卖 但转手卖给引导者总可以了吧 想到这里 周凡就有些后悔 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想到呢 他没想到就算了 那些引导者也不问问 周小猫脸色一沉 本来想说不要的 但他能看到周凡的很多信息 迟疑了一下道 你修炼的换血段功法与龙神血很不错 如果你愿意转手龙神血 周凡苦着脸道 这个你就别想了 他明白周小猫所谓的转手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要剥离他身上的龙神血 龙神血这么珍惜的东西 这可是关乎着龙神语 就算周小猫开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不可能转手 不愿意就算了 其他的我没兴趣 周小猫冷冷道 千别说的这么绝对 我这里有五世第一的鬼海事功法 难道你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吗 周凡热情推销道 他忽然有些明白过来 为什么之前没有引导者开口问了 而是他手中的功法或许不错 但对眼光挑剔的引导者而言 他们也有类似的功法 自然不会开口询问 或许只有堪称第一的才会感兴趣 鬼海功法 周小猫被说的有些心动 他当然知道周凡修炼的是鬼海武士 他想了想道 我给你一万条大灰虫 那怎么可能 至少的十五万条大灰虫 周凡报价道 你这狗后辈 不要太过分了 武士断功法还想卖出武士断功法的价格 周小猫怒声道 武士与武士都是炼气三段 而且轮寒有程度 鬼海比起十神诀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周凡侃侃而谈 这样 还是四十神诀那样 我只收你十三万条大灰虫 十万条大灰虫 周小猫不耐道 要是不肯就算了 别再想似上次那样 我还给你加价 还有传闻说鬼海这第一武士断功法有严重缺陷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不要了 这缺陷可以利用某种东西来弥补 你看我一点事都没有就知道了 周凡连忙道 你不说了 我还忘了说 外界的鬼海功法都是有缺陷的 但我的没有 所以十三万条大灰虫 真的不能再少了 周凡连鬼海罗的名字都不会告诉周小猫 因为这是有用的信息 周小猫挑眉道 要是似你这样说 那我不是不可以接受 但你得把那东西与功法一起给我 这周凡顿时为难起来 那东西我带出去了 容我问问船 看船可不可以替我送进来 他已经不会再用到鬼海罗 也就是说鬼海罗对他来说没用了 只是他刚想问 看到了身边一只安安静静的石符 他一拍额头道 不用问 我不卖了 你是在逗我玩 周小猫面露怒意道 本来说得好好的 现在突然转口说不卖了 周凡摇头道 也不是说不卖 只是那东西不能给你 不过鬼海与弥补工法缺陷的方法都可以告诉你 这样 我再捡一万条大灰虫 只收你十二万条大灰虫好了 周小猫冷笑道 说得倒是好听 没有那东西鬼海工法就无法修炼 那东西要是罕见 那我买你的鬼海工法有何意义 那东西是什么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可是我保证以你的实力 不难找到 我会将那东西的符文刻画出来给你看 这总可以了吧 周凡当然也想交易可以成立 周小猫咒没到 你说我能找到就找到吗 就算你把符文全部画出来 怎么保证我一定能炼制成功 这么麻烦为什么不把那东西直接给我 持符正了正 他隐隐猜到了一些 周凡看了一眼 十福才抬头笑道 因为我差点忘记了 那东西我要留给我女儿 持符心里一暖轻声道 我距离五世段还很远 不用这么着急 可以先用来换取大灰虫 到时要是万一找不到那东西 那我可以选择其他五世 那怎么行 周凡摇头坚定道 有什么五世功法能比得上鬼海 要练就练鬼海功法 他可不能亏待了自己女儿 周凡 十福觉得自己的心变得柔软柔软的 周小猫看着这副此女笑的一幕 冷笑道 大道无情 任何的情感只会阻了你们的求道之心 周凡不懈道 求道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自由自在 不就是为了守护自己在乎的人 让自己在乎的人开心快乐吗 要不是为了这样 那就算求得大道又有什么意义 周小猫沉默看着周凡 他很快又冷声道 现在你是这样说 但以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的幼稚 天真愚蠢 大难临头 不知有多少人抛弃自己的亲人 只是为了狗活下去 在漫长的岁月 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 周小猫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犹如罩了一层寒霜 那你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周凡皱眉问 周小猫冷笑道 你觉得我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吗 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跟我有关系的人早已死绝 第944章 为什么帮他 跟他有关系的人早已死绝 周小猫的语调中没有任何起伏 只是带着绝对的平静寒冷 周凡叹了口气 不再试探 而是一脸认真道 我从来没有面临这样的境遇 也不敢说任何大言不惭的话 但我坚信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狗活而抛弃自己的亲人 周小猫没有任何表示道 你怎样做 我不感兴趣 你的鬼海功法一定要搭配那东西 我才要你要是不卖那就算了 那无法子 周凡摇头道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东西 我能保证的都向你保证了 并且还给你少了一万条大灰虫 要是这样你都不肯 我只能放弃 周小猫没有再理会周凡 而是坐在桌边 拿出那本诗神觉仔细看了起来 周凡 师父还想劝说一下周凡 这可是十二万条大灰虫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 只是周凡摇头道 小丫头 只是十二万条大灰虫而已 但要是少了那东西 你想再修炼鬼海那就麻烦了 随着船的前进 鬼海螺根本无法再吊起来 以师父的修炼静静来看 到时想去鬼海寻鬼海螺 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师父抿着唇 他没有再劝 很快时间到了 周凡与师父都消失在船上 两久 周小猫才放下已经看过一遍的石神觉 他眼里露出一丝惊叹 四者类顶尖功法创造的难度很大 要是让他来说 也必定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但一旦看过一遍 就如戳破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有着恍然大物之感 石神觉构思之巧妙 让周小猫也不得不暗叹 那个疯了的创造者是真的疯了 才可以想到这样的办法 但创造者疯了 石神觉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缺憾 不知是得到这门功法的后来者补全了 还是本来就没有缺憾 周小猫又回想了一遍今夜发生的事情 直至想到周凡临走前说过的那几句话 他眉毛未挑 看向脚下的甲板审声道 你这老匹夫为什么帮他 这么多的登传者都不帮 偏偏帮他 难道你选中了他 认为他有可能达成你所说的彼岸吗 我想你之前肯定也帮了他不少 要不然他不会基础扎实的可怕 但就算这样 他真的能做到吗 你要是能回答我 或许我也可以出点力气帮帮他 不是因为他这个人 周小猫停顿了一下道 而是为了帮我得到自由 可是他耐心等了一会 船并没有对此有任何回应 你这老匹夫总是这样 周小猫脸上露出了极大的怒意 为什么要把我囚禁在这艘船 彼岸在哪里 还是根本不存在 问你永远不会给予任何的回应 既然这样 那就别想我给予他任何的帮忙 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办法来逃脱你的控制 周凡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将四个盒子一一实化 他取出了三块镜片 又吸收了紫色光芒 时神觉的知识在他人魂海中沉浮 做完这些之后 他才从床边拿来自己的福袋 把储物之书拿出来 开口道 打开储物之书 小叔很高兴为爱书之人服务 请听题 两对父子去买帽子 为什么只买了三顶 储物之书那传出了愉悦的声音 乔犬早已从周凡的脑袋里蹦了出来 大喊 主人 让我来回答 周凡嘴角扯了扯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两对父子明明就有四个人 为什么只买了三顶帽子 难道是钱不够 还是有一个人没有了脑袋 这本书出题通常没有这么简单 绝不会是钱不够 可是会是一个人没有了脑袋吗 没有脑袋的人当然不用戴帽子 我曾经偷听客栈一个人说没有脑袋的人也是能走路的 小犬低声自言自语了一会 他猛然抬头道 答案是两对父子之中一个没有了脑袋 答案错误 储物之书的女子声音否定了这个答案 爱书之人还有一次改正答案的机会 请珍惜 否则等明天再过来 周凡连忙道 因为两对父子只有三个人 他们是儿子爹爷爷 恭喜爱书之人 答案正确 储物之书已开启 储物之书的声音欢快地说道 巧犬一脸沮丧道 原来是祖孙三代 好巧妙的答案 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呢 因为你蠢 周凡在心里付菲了一句 他把储物之书摊开 翻到他要看的页面 触摸了一下页面的碎镜片图案 一阵白色的光芒闪过 碎镜片已经到了他手中 周凡试图将四块碎镜片拼凑起来 但很快他就发现 四块碎镜片互不关联 这让周凡暗叹了口气 他试图拼凑 是想估算自己还差几块碎镜片 现在看来无法确认 因为碎镜片互不关联 就连大因果镜的大小都难以确认 赵雅竹曾经说过 没有凑齐重炼大因果镜之前 这碎镜片完全就是废品 无法起到任何的作用 这碎镜片真的是太鸡肋了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周凡面露无奈 这明明就不是他所需之物 却接连掉起来 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算让他凑齐所有的碎片 想重新把大因果镜完成炼制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能找谁炼制 要是让人知道这是大因果镜 想想周凡就觉得有些慌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的道理 放在什么世界都是正确的 周凡胡思乱想一会 觉得自己不用想太多 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也应该是再凑齐所有的碎片才考虑 毕竟这应该是一件很漫长 并需要大气韵才能完成的事情 说不定他永远也凑不齐了 周凡将四块碎片放入储物之书内 才将储物之书合了起来 乔犬还蹲坐着 眼神忧郁 他对自己的智商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 一次也没对 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可怜的孩子 也不知道他心里的阴影面积究竟有多大 周凡默默地想 第945章十神诀 收起储物之书周凡又回想了一下昨夜的事情 昨夜发生的事看似很多 但实际上主要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 他利用鬼海纪念事击败了周小猫 与周小猫建立起类似之前的引导者的帮助关系 第二件 他放弃了继续挑战周小猫 从周小猫那里免除了之前债务以及得到十万悬币 第三件就是通过钓鱼顺利获得了他想要的十神诀 第一件与第三件事都没有问题 唯独第二件事 为了免除债务与十万悬币 就失去了得到小猫三世的机会值得吗 答案是当然不值得 小猫三世可是周小猫这种顶尖强者引以为傲的刀法 别说免除债务与十万悬币 就算在原先的条件下翻十倍也不值得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似我这种大人当然是全都要 周凡面露笑一想 周凡 你为什么笑得这么淫荡 一旁的小犬悠悠道 周凡脸色一致 他怒道 你这小混蛋 狗嘴吐不出象牙 把小犬吃了一顿 周凡才转身盲目起来 他先去一轮私府迁道 关注了一下案件发现没有任何进展之后 他就转而回了客栈 回到客栈之后 周凡又用消息符告诉李重娘 他要闭关几天修炼 这几天就不去书院了 要是九月兄弟到了 或者有什么重要事都可以告诉他 处理完这些杂事 周凡开始一次次琢磨起脑海中的石神诀 一旦踏入五十段 他的六十增加 那他的实力就会有致一样的提升 无论如何 现在破镜才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当然不会再去书院学习 而是专心修炼破镜 要不是他才到高相一轮私府不久 他甚至会请一个长假 而不是每天都到私府迁道 眨眼就过了三天 这三天周凡几乎把所有事情都抛下 全副心神放在了石神诀的领悟上 石神诀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 他还不得不花费大灰虫 向周小猫请教一些预上的难题 但就算是这样 三天时间周凡才把石神诀入门部分领悟透彻 不过对周凡来说 这就足够了 其余的可以慢慢琢磨 练弃三段功法区别在于对真气的淬炼之法 就算是同处五十段 对真气的淬炼也大不同 通常而言越是顶尖的功法 对真气的淬炼就越彻底 石神诀繁复 就是因为他不仅六十齐全 还要对六十面面俱到 不似周小猫手中的五十段功法只偏向三十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周凡在第四天早上才开始尝试修炼石神诀 周小猫称赞石神诀构思巧妙 只有疯子才能想得出来 但正因为是疯子所想出来的 所以修炼起来 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要是一个不慎 你可能会疯掉 周小猫在收取大灰虫指点周凡时 曾经这样提醒过 周凡对此很慎重 他可不想似那个功法创造者那样疯掉 石神诀的做法是先将淬炼过一轮的真气逆转 然后再不断压缩淬炼出第二轮真气 凡是舞者都知道真气逆转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但石神诀偏偏这样做了 要不然周小猫就不会说这是一个疯狂有趣的构思了 就连石神诀可以说是一朝不慎满盘皆输 周凡小心翼翼按照石神诀所提到的那样运转真气 周凡气脉内流转的真气逆转使得他的气脉隐隐痛了起来 就似要爆炸了一样 要不是石神诀对真气逆转有着相应的应对 这样真气逆转就是寻死 周凡忙着按照石神诀的法子 控制着逆转的真气 让他们散聚在体内每个位置 从逆转成团的真气中试图淬炼出二轮真气来 时间不断流逝 周凡才睁开眼来 屋内黑漆漆的 没有一点亮光 简然现在已经是夜晚了 小犬 小犬 周凡唤了两声 唉 黑暗中小犬阴了一声 他急到 主人 小犬没有睡觉 一直在尽忠指手 你这是不打自招 周凡嘴角扯了扯到 还不点灯 小犬又阴了一声 一阵摸索声 房内的油灯亮了起来 屋内有十来个小小犬正在四处寻来寻去 周凡叹了口气 要不是小小犬很认真 但是靠小犬 要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他怎样死的都不知道 主人 你突破了吗 小犬见周凡面色不悦 他连忙转而话题问道 周凡听小犬提起这个 他更是没好气道 没有 虽然功法的运转没有问题 但淬炼出足够的二轮真气跨过50段的门槛 比他想得要慢 那先吃饭 吃饱饭再练 你以前不是常说人是铁 饭是刚 一日不吃饿的慌 不吃饭怎么行 小犬又是一脸关心说 哦 对了 主人你答应我今天能吃两个鸭腿的 周凡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外面 他哼了一声道 今天鸭腿没有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睡着了 再说现在都晚上了 哪里去找东西吃 吃干粮吧 周凡没有理会小犬的反对声 吃了一些干粮 又确认时间上早 还没到睡觉的时候 他这才取出一枚红色炼气金玉 一开始他没用炼气金玉 那是因为他不确认自己是否能自如运转时神觉 现在确认没问题之后 当然要用红色炼气金玉来加快自己的修炼速度 周凡闭上眼 又开始专心修炼起来 见周凡闭上眼 小犬抹了抹眼角的眼泪 他瞄了一眼小小犬们 三个小小犬立刻从一个角落里扛出了一个黄油纸包着的东西 小犬打开黄油纸 正是一个大鸭腿 他抱着大鸭腿狂啃了起来 小小犬们都是眼巴巴看着 你们吃了也没用 小犬不忍再看自己可怜的孩儿们 视线飘移啃了起来 大鸭腿来自哪里 当然是拿主人的钱 让小小犬把钱留给那间老黄烧鸭铺 然后偷偷带回来的 你不给我买 难道我自己不会买吗 小犬哼了一声 又美滋滋吃起了鸭腿 吃完鸭腿又让可怜的小小犬们 对鸭骨毁施灭迹 直至临近深夜 周凡才睁开了眼 他的眼瞳泛着淡淡的亮光 第946章你还敢狡辩 小犬被周凡那突然睁开 有些锐利的双眼吓了一跳 那双眼就似能直视他的内心 使得他一切都暴露在这双眼睛之下 使得他小心干乱颤 主人 我可没有偷懒 小犬小脸一阵慌乱说 周凡没有阴话 他深吸口气冷冷道 你偷吃东西 我嗅到了空气中还残留一种肉的香气 没有 那是主人吃干粮留下的 主人的干粮也有肉 小犬眼珠子转动分辨道 周凡哼了一声 他鼻尖微动道 空气混有的那股香气再稍微分析 就可以知道是酱油葱八角 茴香等调料混合起来的气味 还隐隐带着灼烤的肉焦味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老黄烧鸭铺秘制而成的烧鸭 不过你不会整个烧鸭都买 你只喜欢吃鸭腿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鸭腿 你还想抵赖狡辩吗 小犬完全被吓住了 他支支吾吾地承认了 你这是偷 你给钱了吗 周凡怒道 他有种发现女儿偷窃的愤怒感 我不偷 我让小小犬把钱扔在铺子里面给他了 小犬连忙说道 那钱从哪里来 周凡挣了一下问 当然是从主人口袋拿的呀 周凡 周凡怒斥小犬一顿 并且罚他一周不能吃鸭腿 小犬苦着小脸 他知道这下子的惩罚肯定逃不了了 谁让他被发现了呢 主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验 周凡揉了揉发痛的额头 小犬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居然想出了让小小犬去搬运鸭腿 要是让人发现 那肯定会惹来一堆麻烦 讲到这里 他又是面色严肃呵斥起来 直至小犬再三保证以后不这样做 周凡才停了下来 他之所以能发现小犬偷吃一事 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五十段 鼻子一下子变得灵敏起来 就连细微的气味都能嗅出来 当然不仅仅是鼻子 眼耳蛇身翼同样有了难以想象的增长 六十增长就四一下子进入了全新的世界 房内摆放着的一个花瓶 能看到花瓶颜料细微的纹路 耳朵能听到房子外院落得虫鸣之声 蛇身翼三十的被动感受反而不明显 周凡仔细感受了一番 他就停止了真气的运转 一切又变回了与没有进入五十段一样 任何进入五十段的舞者 五十的增长都是通过运转真气来调动的 一旦停止运转真气的法门 五十就会恢复原样 对舞者而言 长期保持五十的增长状态 对真气损耗很大 当然对周凡而言 他拥有快速恢复真气的能力 长期保持特殊六十状态 对他来说 这完全是能承受的 只不过他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会有诸多不便 譬如会让他听到一些噪音 又或许会嗅到一些恶心的气味诸如此类的问题 所以对待五十 舞者们都只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开启 而且修炼双十以上的舞者 都能通过自己修炼的功法来有选择开启 周凡修炼的食神觉也能 他比普通舞者还多了一时 他认真考虑了一下 平时还是关闭眼耳鼻舌身舞时 只是保留了意识的开启 因为意识能够预知危险 周凡现在的意识只不过能预知周身一步的危险 要是超出一步的危险 那就无法预知了 也就是说危险发生在一步之内 才能被预知到 一步 这范围实在小得可怜 六十之中也是意识蔓延的范围最小 增长最慢 但对周凡来说 即使只有一步 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 如果远处有一只冷剑射到他一步内 被他意识感知到 他就能立刻凭着自己的顺移速度远离这只冷剑 又或许使用龙神雨让一切都静止下来 从龙应对袭来的危险 而且随着他现在只是五十出段 又不是不能继续增长 周凡想着这些事 就躺了下来睡觉 之前在雪山他就知道 他熟睡的时候 就无法保持真气按他想法的运转 所以一旦熟睡 他开启的意识也会被关闭 睡熟可能遇到的危险 还是要依靠小小犬们来警戒 出现在船上之后 周小猫瞥了一眼周凡 他就看出周凡踏入了五十段 不过他没有就此多说什么 只是五十段而已 修到长路漫漫 要是在外面 没有达到他这等境界的修饰 都不值得他瞧上一眼 周凡与石浮笑着说了一会话 他才看向周小猫问 你这里有金色炼气金玉吗 以他的真气量 要是只使用红色炼气金玉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真气淬炼 气钢断恐怕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成真气的淬炼 这样一来一去就要四个月 对其他舞者来说 四个月时间能完成五十 气钢断的修炼快得让他们不敢相信 但对周凡那很短的寿命而言 还是有些涨了 当然要是没有金色炼气金玉 周凡也只能耐心去修炼 但现在有比红色炼气金玉 更好的金色炼气金玉 他就不愿意这样消磨时间 所以他琢磨兑换一些金色炼气金玉 来缩短自己在五十 气钢断所需要的时间 如果有足够的金色炼气金玉 那他只需要一个月时间 就能完成五十 气钢两个段位要求的真气淬炼 之后他就能谋划 踏入倒镜的准备了 一旦踏入倒镜 寿命得到第一次增长 反而就不用这么着急 这些东西我还是留有一些存货 周小猫脸色漠然道 就算是你的真气量 也应该足够你在五十 气钢断的分量 你要是想要 那六千条大灰虫一块金色炼气金玉 六千条大灰虫 周凡微微挑眉道 上一个引导者才收我五千条大灰虫一块 你这个贵了 周小猫冷笑道 嫌贵那就不要买 你让船前进了两百米 我钓鱼的成本也跟着提升了 这东西当然也要涨价了 周凡 周小猫不肯降价 周凡默默估算了一下 他现在至少需要三十六颗金色炼气金玉 才能完成修炼两个段位的修炼 如果是六千条大灰虫的价格 那就要一共二十一万六千条大灰虫 周凡眼角急剧跳了跳 他好不容易赚来的大灰虫全部投入去都不够 第九百四十七章急案 真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为了减少三个月的修炼时间 居然需要这么多的大灰虫 周凡有些纠结起来 他心里在想要不然还是算了 咬咬牙用红色炼气金玉慢慢熬 不要浪费这么多的大灰虫 可是这个念头很快被周凡掐灭 因为他不能太慢 不仅仅是瘦数短的原因 还有无命之人那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度爆发的厄运 在这个诡异危险的世界 实力的强大实在太重要了 有时候无法缩短修炼时间就算了 现在有机会缩短修炼时间快速提升境界 怎么能放弃 周凡想到这里打定主意 看向周小猫道 我要十二块金色炼气金玉 周凡的想法很简单 他不可能一次购买三十六块金色炼气金玉 一来大灰虫数量不够 二来他也不愿意一次买这么多 他要几气钢断可能需要的工法预留足够的大灰虫 十二块金色炼气金玉就能让他完成五十段的修炼 十二块金色炼气金玉那就是七万二千条大灰虫 这大灰虫数量已经不少了 周凡也不怕周小猫不答应 果然周小猫只是挑了挑眉 就招来一缕灰雾 让灰雾化作琉璃球 他从琉璃球抽走了七万二千条大灰虫 才又伸手探进灰雾中 取出了一个皮带子 他打开皮带子 取来一个小袋子 从里面取出十二块金色炼气金玉 放入小袋子 才抛给周凡 周凡接过一小袋的金色炼气金玉 他瞄了一眼周小猫身旁那半人高的皮带子 如果这都是金色炼气金玉 这真的是太富有了 周凡苦笑地想 第二天早上醒来 周凡把石化的那袋子金色炼气金玉取出两块当作这两日修炼用 其余的则是放入了储物之书内 至于储物之书的问题 小犬再再再一次答错了 周凡到了一轮私府完成点卯 才去了好几天没有去的书院 他先是去了甲字班的教室 与李重娘他们聊了一会天 才各自分开学习去了 顺带一提的是 每天甲字班教室到的人都不太一样 除了周凡李重娘这几个经常在的 也有自甲字班大考之后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如周深深 一行 周凡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人在班上出现过 甚至很可能没有来书院 该不会是闭关准备踏入道境了吧 周凡心里面嘀咕了起来 因为周深深与一行都已经是气刚高段 会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而说 这两人应该差不多可以去削雷周府学习踏入道境的秘法了 完全没有必要闭关在自己突破 不过他们都想法寻来了秘法也说不定 周凡没有在想这事 而是进了藏书阁 开始自己的学习 只是到了中午时 周凡的学习被打断了 由一轮司府派给他的小丽来书院找到了周凡 当然这小丽能来书院找他 也是周凡提前交代过的 毕竟他始终是一轮司府的一份子 即使做的是否司使这样的轻贵贤职 但有时候还是不可避免要做事 什么事 周凡从内院出来见到了小丽 小丽拱手道 大人 沈大人让你回去负责一件吉案 周凡微微点头 连有多说 与小丽走出了书院大门 坐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轮司府专属马车 这马车可以在官道上急奔 而沿途无论是什么是家的马车 都要给一轮司府的马车让道 在马车上 周凡才算了解了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是一轮司府的黄不觉 张公公文提大师都有事要做 离开了一轮司府 现在就只剩下沈静一个人在司府主持大局 可是这是恰好城里发生了一件 司府营印历史都觉得棘手的案子 沈静不便离开一轮司府 只能让周凡来处理 至于案子是什么情况 小丽的等级太低 他也不清楚 说丽氏服师们在等着周凡 高向一轮司府的 银印丽氏可是气窍段层次的舞者 至于金印丽氏的实力 要求连麦段已经堪比一厢的四平使 这样等皆的金印丽氏 在丝府里寥寥可数 讲来那几个金印丽氏都有着自己的事情要做无法帮忙 所以才会说是云印丽氏觉得棘手 马车带着周凡没有进入宜鸾司府 而是直接去了案发之地 城中西南三方的也重逃 西南三方是高向城最贫困的地方 那里居住着无数的人 民宅也多 所以向此狭窄的马车无法通过 马车只能在巷口停下 周凡下了马车 巷口中站着的一个宜鸾司府的立士连忙行李道 大人请随我来 周凡没有说话与那名立士奔走起来 从一条条低色的巷子穿过 过了一会才停下了脚 因为前方已经被一个司府立士拦住了去路 那名立士没有让人让开 他道大人屋顶 说完这名立士就是单脚一踩墙壁 就跃上了瓦房顶 周凡双脚轻轻一跺地 同样轻松跃上了瓦房顶 瓦房顶除了刚刚带路的立士 还有三人在 两个中年汉子与一个老者 三人看见周凡上了屋顶 他们齐齐拱手行李 不用客气 周凡瞄了一眼前方 被司府立士们包围起来的是三座房子 周围的房子一片寂静 显然早已逃离了这处 周凡一眼就看出那三座房子与周围房子不同之处 这三座房子顶上的瓦片不是日晒雨淋的黑色 也不是新建的珠红色 而全是苍白色 房子的墙壁也没有任何野虫房固有的旧色或一些小孩用深色岩石在上面的涂鸦 同样白得吓人 三座房子还给人一种时不时的扭曲感 周凡心里有了猜测 他没有急着说出来 而是道 你们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 此人之中唯一的浮尸瞄了一眼那三座房子 他面上带着一丝去一道 就在不久前 也重访有人发现了三座房子的异常 他们就报给了县衙 县衙派出捕快来观察 经捕快们何时 住在这三座房子的所有居民 从房子变异之后就没有出来 他们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连忙告诉了一伦司府 起先过来的是司府两位立士 他们看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也不敢轻易进入 就连忙再次通知司府 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发现居然是府房 第948张府房 果然是府房 周凡双眼威名 他本来看三座房子显现这样的状态 就隐隐猜到可能是府房 现在听到福师的话彻底确定下来 府房是一种通过同化一些无生命物 大多是一些建筑 让那些建筑成为他身体一部分的怪诀 而一旦有生灵进入他的领域 或本来那些建筑就拥有生灵 都会迅速腐朽化作灰尘 我们发现他是太晚了 他已经处于夫化期 福师叹了口气继续说 中凡微微挑眉 不少怪诀一旦处于夫化期 那就等同于在其外面加了一层打不破的龟壳 但府房就不是如此 他的夫化期防御说不上强 只要稍微强大一些的武者都能将其击破 但又不能这样做 因为处于夫化期的府房一旦被杀死 他附身的建筑物将会似炸弹一样爆炸 到时无数的碎片飞溅 就算是提前布下防御扶阵 也很难拦得下这些富有特殊力量的建筑碎片 一旦建筑碎片四散落地 他就会迅速腐化周遭的一切东西 这是府房孵化期棘手的地方 与一些怪诀类似 面对处于孵化期的府房 也只能耐心等待他孵化出来 还有多久 周凡开口问 我们预计还有半个到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才会孵化出来 一个立士开口回答道 周围都布置好了吗 可别让他孵化出来迅速扩散 那就糟了 周凡又道 大人请放心 早已经布置好了 服师忙道 周凡嗡了一声 他明白为什么三位立士 与一位服师要请他过来 因为什么样级别的府房都会有 据一些书籍说 服房最低级别是黑力级 而最高级别的服房曾经达到了雪煞级 而雪煞级可是一般五十段舞者才能对付得了的怪诀 万一真的是雪煞级 周凡又不在 这里的所有人可能都要死 让大人过来只是以防万一 如果是煞级以下的怪诀 我们就能出手解决 用不着大人动手 三位立士之中唯一的迎应立士恭敬地道 他可不敢因为周凡的年龄小而存有轻视之心 这可是从一众天才参加的甲字班大考中杀出来的大考魁首 因为这届甲字班是历届之中天才最多的一届 府里面一直有人传言 府四十大人的实力已经与四位四镇十大人持平 这样的人要是敢因为年轻而有所不尽 那绝对是愚蠢的事情 既然这样 那我们只能等着了 周凡微微点头 他又挑眉道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府房会出现在这里 怪诀很少有从蛋孵化出来的说法 所谓孵化期很多时候是指其自行形成或从幼生期开始真正成长而出现的一种进化形式 高想城内没有怪诀自行形成的环境 但府房的幼生期又缺乏移动能力 所以周凡才会如此问 阵阵寒风自屋顶吹过 三位立士与一位服师对周凡的问题都是一阵沉默 周凡问的问题 他们当然也想过 最后由服师答道 大人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已经让府里的探觉员还有捕快门去追寻事情的起因了 周凡沉吟起来 他没有再问下去 他想起了那个在天梁里出现过的面具人组织 在人的居住地 孵化怪觉这与那个面具人组织做事风格很似 在过来高向县的路上 在那个客栈 周凡更是见过一个面具人 这个组织不知怀着什么目的 总是做着试验孵化怪觉的事情 在高向宜鸾斯府 周凡利用自己的权限试图查阅面具人组织的一些信息 但宜鸾斯府知道的与他知道的差不多 并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并且档案上著名这是已经由进都的宜鸾斯总府接受 宜鸾斯总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个组织牵涉了某件大案 所以就接手了过去 如此一来 高向宜鸾斯府这边也就没有将力量放在这个组织身上 毕竟只是一个曾经在乡里出现过研究怪觉的神秘组织 这样的组织在大卫为数不少 总府都接手了 高向宜这边自然不会再参与 会不会是那个组织的人做的 如果是 他们的胆子倒是大 竟然敢在高向城闹事 当然在没有充分证据前 这些不过是猜测而已 在大卫 类似的组织实在是太多了 周凡与高向宜鸾斯府的历史 福尸就在屋顶默默站着 等待府房的孵化 因为有周凡这个福尸史在 他们就没有多担心 时间在缓缓流逝 半个时辰又过了一小会 三座苍白色的房子变得歪曲起来 他们就似由真正的房子变成了画出来的纸房子 一股淡淡的苍白布纹从其中一出 画作尖锐的一语在空中扩散 周凡身旁的福尸连忙取出一道苍青符露贴在自己的剑鞘上 然后将剑鞘轻轻一点瓦顶 嗡 从剑鞘上散出的一道苍青的光芒将周凡五人都笼罩了进去 隔绝那容易让人神之变的疯狂的怪音 而尖锐的一语在越过苍青光照之后 又撞在了显化出来的金色光墙上 完全被挡了回去 那金色光墙是一鸾私府部下的扶阵 周凡五人都静静盯着那苍白色的三座房子 扭曲的房子居然变得正常起来 只是苍白色的墙壁出现了一条环绕着房子的黑纹 这条黑纹浮现之时 又出现了第二条黑纹 第三条黑纹 第四条黑纹 一直到第六条黑纹 才停了下来 至六纹 这府房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黑煞级 隐映历史舞者骇然道 三座房子底下有着苍白色向外蔓延 欲要将周围一切都同化 周凡已经急冲而出 他的身体笼罩着浑厚的真气 蔓延的苍白色根本奈何不了周凡的真气防御 府房感到了威胁 苍白色扭成一团 化作了一只四只猛兽向着周凡扑去 蜡锯口张开 一下子将周凡吞噬了进去 只是一柄绣刀从其身体穿出 只是一刀横劈就将苍白巨兽撕裂成碎片 周凡从其中月初 手中的绣刀写着冷蓝色的火焰披在了其中一座房子上 诗冷蓝色火焰在强大真气的滋养下 火焰迅速蔓延 使得三座房子雄雄燃烧起来 那尖锐的异语不断响彻 第949章巡道的盒子 异语被周凡的真气防御隔绝在外 对他无法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 他眼看着三座油如淋了火油一样的房子燃烧 异语渐渐弱了下去 直至消失 而三座倒塌下来的房子迅速化作了灰烬 冷蓝色火焰这才熄灭下去 不远处看着的力士浮湿面面相去 他们没想到周凡仅仅是一刀就把一头黑煞级怪诀给杀死了 黑煞级的怪诀 可是连武士断武者遇上都不得不全力以赴才能杀得死的怪诀 他们本来还想下去帮忙的 但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周凡一刀就将那怪诀烧死了 这杀得简直不要太轻松 他们心里为此都产生了怀疑 这还是黑煞级怪诀吗 周凡收刀入鞘 贺道 还傻站着作甚 还不下来搜寻一下 看他彻底死了没有 力士浮湿们忙起其应了声势 就围了过来 小心翼翼搜寻起来 他们心里都明白 这肯定是黑煞级的府房 不是黑煞级的府房弱 而是府司士大人太强了 有这样的大人在 以后他们面对强大怪诀 就会更轻松一些 周凡仅凭炎阳气就能杀死一头黑煞级怪诀 那是因为他已经是五十段 真气已经开始二轮淬炼 这样的真气辅助下的炎阳气威力自然不可同日而遇 因为事情还没有宣告彻底完结 周凡就没有离开 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要是府房没有死 而是临死反噬一波 到时死去的人都要算在周凡的头上 他可不能犯这样的错 大人 是府房的心脏 很快那名移印力是好似献宝一样 从残留下来的苍白灰烬内寻出了一个苍白圆球 圆球只不过拳头大 但有着砰砰的跳动声响 府房的心脏是府房最珍惜的材料 按照一鸾丝的规矩 要是领导的主官想要杀死怪爵的材料 也不是不可以 到时给予跟随的下属一定比例的悬臂补偿 即可拿走那份材料 周凡默默回忆了一下府房的心脏用途 他确认用不上后就开口道 带回私府 周凡不要 私府把材料收回去 自然会兑换成相应的功勋点给周凡 府房的心脏都寻到了 那府房肯定是死了 周凡就想让他们处理后续事宜 而他还可以回书院再学习一会 只是周凡还没有开口 府师就奔了过来到 大人寻到了一个盒子 什么盒子 周凡目露一色 在他颜阳气灼烧之下 就算是金铁都会融化掉 府房的心脏能流下来是因为 他本来就是一种不怕水火的怪绝材料 而且当时还藏在府房的体内 但现在还能寻到一个盒子 不知道 府师摇头道 盒子上面明刻有防御性的符纹 一个带有防御符纹的盒子 周凡脸色微变道 在哪里 你们有没有把它拿起来 大人放心就是 我发现它之后 就没有让手下再触碰它一下 那名府师谨慎道 他也觉得那盒子出现在府房的灰烬之下 太诡异了一些 害怕这是一个陷阱 做得好 带我去看一下 周凡想了一下道 那名府师就在前面带路 他们走了十来步 周凡就看到了被挖出来的长方状盒子 长方状盒子被挖出来之后 就没有人再碰过它 一轮私府的人都是散开 停止了搜索 周凡没有贸然靠近 他双眼盯着长方状盒子 盒子上铭刻着一道道散发暗淡黑光的浮现 你认得那防御符文吗 周凡开口问符师 符师点头说认得 并且说那防御符文不过是一道很寻常的符文 他能保护盒子免受一定伤害 但也就仅此而已 想解除盒子的符文 并不难 就算是一个没有学习符道多久的符师 也能解开盒子的符文 现在的问题是打开那盒子不知是否会触发什么陷阱 周凡想了一下 他走了过去 滚后蒸汽将他笼罩了起来 他走近并蹲了下去 他一直开启的意识并没有出现任何危险的预知 其余五十也被他打开 他将手放在地上 尝试将伸实的触手蔓延过去 触及到河面的表层 河面表层是正常的木核温度 生石的触手缩了回来 周凡后退了几步 转身对那名符师道 把盒子的防御符文解开 让人在远处 把盒子打开 他的身石凝成的触手 目前只能浮动不远处的一片叶子 可无法将盒子打开 而且他也不想让人知道他修炼了生石 符师小心翼翼走过来 他很快就将盒子的符文解除 之后所有人散开 有力士寻来了一根竹竿 力士再加上了蒸汽防御 贴上防御符路之后 才拿着竹竿试图挑开 没有锁住的盒面 竹竿长一丈 但在舞者的手中蒸汽的调动下 还是很轻松操控挑开了盒面 盒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异常 一名力士小心走近 他看了一眼盒子 又迅速退回来朝周凡拱手道 大人 里面有一道符路 但小的眼拙一时认不出来 很快符师走了过去辨认一下 他戴着手套将那道符路拿了起来 朝不远处中凡等人喊道 大人是一道存饮符 存饮符能保存一些特殊的影像 但这影像最多不过五夕时间 所以很少用来当作信息传递的媒介 也就很少有人使用存饮符 铭刻着防御符纹的盒子 盒子内有一道存饮符 事情越来越奇怪了 周凡平静道 小心一点 打开这道存饮符 看看是什么影像 服饰谨慎点了点头 他再次检查一遍 确认这是一道存饮符无物 他将蒸汽灌注了进去 存饮符散发出淡淡的白光 一道光影从符路之内弹射而出 这是一个脸上戴着黑红双色面具的男子 是那个面具组织的人 周凡脸色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即使只是影像 那男子从面具透出来的 眼泛着淡淡的寒光 就似在看着周凡他们 他声音沙哑道 高相城已经被我家主子看上 府房是我家主子给你们的送别礼 希望你们喜欢这份礼物 也希望你们能够搬离高相城 要不然就是府房这份礼物不够重 我们会继续为你们送上更好的礼物 直至你们愿意搬离为止 第950章送前的来了 男子说完话 他的光影刷的一下消失了 浮尸手中的存饮符一团火升起 浮尸连忙扔下这道存饮符 存饮符很快就化作灰烬散去 大人 我没想到他会是一次性的存饮符 浮尸一脸愧疚道 这是因为对方偷偷改了一笔符文的走向 所以存饮符才会在激活之后 就立刻被销毁 这笔改得很隐晦 要不是仔细研究数天 都难以寻出来 周凡没有怪责浮尸 他挑眉道 回去之后把这事告诉沈大人 还有把这面具人的穿着打扮都仔细画出来 想法将他寻出来 我怀疑他是曾经出现在落水箱的那个面具人组织的成员 周凡说的话 历史扶尸们都是认真记了下来 又交代了几句 周凡才让历史扶尸们处理后续 他转身离开了野虫房 自行寻了一辆马车 让马车往书院方向而去 坐在马车上的周凡才开始思索其府房中发生的所有事情 尤其是那道存影服那个戴面具男子所说的话 在那位知名的客栈怪诀中 他遇见过青红双色恶鬼面具长发男子 与刚才存影中黑红双色恶鬼面具男子显然不是同一人 那男子说他家主子看中了高相城 让所有人搬离高相城 要不然后续还会有更多的礼物 所谓的礼物也许就是催化一个个怪诀在高相城内捣乱 要是这样 那高相城在未来一段日子都不会很平静 但周凡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不对之处在于 这样的做事风格不太似那个面具人组织 这个面具人组织在天良城时 周凡与燕归来他们曾经分析过 这个组织喜欢躲在幕后 以催化怪诀的方式进行研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从来没有与官家的力量产生直接正面的碰撞 但这次却是光明正大战了出来 他开口说是为了他们的主子 这主子自然是他们的首脑 但一直藏在幕后 应该也是他们的首脑提出的要求 为什么现在要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难道是这个组织认为自己成长到可以抗衡官家了吗 只是这怎么可能 周凡摇了摇头 他不相信这个组织有这等力量 这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他心里面有些担忧 只是他很快摇摇头 反正失情四震时很快就会知道 他们应该会妥善处理 说不定会重启对面具人组织的调查 这绝对是好事 周凡拉起马车窗帘瞄了一眼 确认马车没有偏离方向之后 他由面具人组织响到了天良城 他大考完加入高相宜轮司这些天 通过高相宜轮司的渠道才知道 天良宜轮司燕归来 元慧 奥公公都不在天良城了 燕归来与元慧辞官离去 至于奥公公似乎是调职了 当时得到这消息 周凡可是挣了好一会 燕归来离开宜轮司都没有对他说一句 他就有些担心 通过预留的消息 服也联系不上燕归来 后来才从燕归来老师谷燕那里得到消息 燕归来慈官是为了历练修行 他才放心下来 从高相城到天良城路途遥远 但我出来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等再过段时间 就回家看看爹娘小柳他们 周凡默默的想 大考结束时 他花费一些功勋通过一轮司的信息渠道 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以及一些小礼物 现在东西爹娘他们应该收到了 只是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爹娘他们 他甚是挂念 马车到书院 周凡才停下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 下了马车 进入书院藏书阁前新学习 直至黄昏时 周凡又与李崇娘说说笑笑从书院大门处出来 只是张李小胡突然从后面跟了过来 他换到中兄李姑娘请留步 周凡转过身来看着张李小胡 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张李小胡偶尔会到书院来 但很多时候都看不见他的人 不知张李兄有何事 周凡心里觉得奇怪 但还是开口问 张李小胡脸上洋溢着笑容道 我一直很仰慕周兄的才学 所以想请周兄到酒楼喝酒饮师作对 周凡心里一惊 张李小胡可是出了名义毛不拔的铁公鸡 他请吃饭 那肯定是他看到了有利可图 要不然这根本不可能 这张李小胡提到了银尸作对 该不会是把我给卖了 等我一到酒楼 那些仰慕我的贵夫人们脸上涂着厚厚之粉 全向我扑来 周凡心里觉得有些恶寒 他轻壳一声道 多谢张李兄的好意 但我今夜还有重要事要做 恐怕没时间 李重娘没有开口 只是在一旁听着 张李小胡饿了一声道 那周兄明天有空吗 明天要是没有空 那后天呢 周凡嘴角扯了扯道 张李兄 我们是同窗 你有什么事直说就是了 我们还不需要请饮宴来笼络感情 张李小胡双眼顿时一亮道 那太好了 我就喜欢周兄这样的朋友 事情是这样的 有人拜托我请周兄去见一面 莫非真的是那些贵夫人吗 周凡心隐隐抽了一下 他面露牵强问 谁 白天华 张李小胡笑得很狡诈 就是白家白老爷子的大儿子 他可是给周兄你送钱来的 坐在酒楼厢房内的白天华 身穿华柜锦袍 但他脸色阴沉 站在他身后的两个小丝 各自抱着一个四方锦盒 同样不敢多坑一声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天色微暗时 房门被敲响 外面有人到 贵客到了 白天华那阴沉的脸 立刻如春风一样和熙 他哈哈笑道 还不快请贵客进来 门被推开 周凡与张李小胡 齐齐走了进来 周大人 张李小公子 快请坐 白天华一脸殷勤招呼道 周凡板着脸 张李小胡笑咪咪 两人表情不同 但还是坐了下来 白天华瞄了一眼 从家里带来的门口仆人 仆人微微一躬身 跑去让酒楼上菜 白天华与周凡 张李小胡说话聊天 但只有张李小胡笑着 因合了几句 周凡反而一声不吭 他就似指示 陪同张李小胡过来 饮酒作乐的 但白天华没有生气 反而有些喜悦 要是这周凡喜怒 不形于色 对他来说 才是最大的麻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